赫嫂 董文账 这事情要好好解决吗 没事了 就 我拢回场 那怎么还搞那么大阵仗 不是说要提告 还要刘先生走人 我一到现场 我就马上掉监视器 看到刘先生 去协助一个行动不变的住户 所以刚好不在位子上 然后就看到那个谢太太 自己到柜台去拿包裹 拿完就上楼 没多久之后又下来 跟刘先生要包裹 这 这人怎么这样啊 他故意的吗 谢太太说他忘了 忘了就可以这样 随便诬赖人吗 谢太太他自己看过监视器之后 也知道自己理亏 不过 反正事情是有好好解决了 但我还是有要求谢太太 必须跟刘先生道歉 因为这么做是不对的 所以我就说我相信 性贫贫霸不是那样的人 他们再怎么贫困 也不应该被污赖啊 我知道你是好意 但事情不是这样做的 那你教我怎么处理啊 你不是常说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给他一个工作 就可以翻转一家人的命运 难道这对社会没有贡献吗 但这不符合公司的程序 做这个事情是要报告的 我先报告你会答应吗 你不是常说保全跟警察不同 警察是出了事才抓人 保全是预防犯罪发生 那我做的事情就比你走得更前面啊 我是在导致一个孩子的思想 将来社会上可能就会少了一个坏人 多了一个正直的国家栋梁 我不是不支持你 但公司有公司的规矩 我知道了 以后我会多注意 你会再让这件事情发生第二次 万一未来真的有需要 我也会用我自己的人脉跟管道 你说这个就是气话 我是要你做事情三四二后行 你不是常说 做对的事情不管再困难 都要坚持下去吗 潜能班的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帮助 我没有办法想太多 我只能确定我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 你不认识我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